在西方的经济危机中 政府的反应是对危机的否认或完全忽视 但是在中国由于政府控制经济 而且由于已经目睹了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 决策者采取比西方国家更强硬的态度去处理 但为什么外媒人预料 美国式的金融危机将在中国卷土重来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有一些投资者将中国目前的情况比作2007年的美国 根据数据 中国企业和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已经从2008年的120%左右升到了目前超过170% 请教老师 是否正向某些媒体担心 美国金融危机在中国卷土重来 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也蛮同意 因为大家在提到 美国2007年的次贷风暴 次贷风暴 那个就是到最后 这些不良的债务已经没有办法的 然后倒债 倒债以后就影响到金融 所以整个金融体系它就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表面上是有这个雷曼兄弟 然后他们的破产 然后好像引发了这个全球的这个金融海啸 所以是最后 首先是从美国开始 然后最后是全球 其实跟1930年代 那个华尔街风暴 其实是如出于一策 那现在大家就提到 这个中国的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重演 那个美国2007年 那个最后的演成 全球的金融海啸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问题 那刚刚也提到一些 这样的这个数据 美国好像是8年 然后才增加这个30个百分点 然后在这个中国是5年 就增加50个百分点 所以这个情况 那比美国更加的糟糕 然后我们的这个分析说 这个中国的这种债 其实已经分析很久了 那中国今天的最最可怕的 这样的这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地方债 那地方债其实是从2008年 那个时候这个市兆 那开始地方是2.8兆 而这些债务呢 他们是用比如说房地产 做这个抵押 然后把房地产炒作起来 而现在房地产是泡沫往下了 所以债务它就是还不起了 那我们也常常提到 那中国的学者其实早就说了 中国现在每一省就是一个希腊 那一个希腊 这个欧债问题就已经非常地麻烦了 那现在这个中国那么多省 都是一个希腊 然后现在开始要引爆 那起来这个爆炸力量 当然是非常之大 那比这个美国 当时的那一种力量是不是会更大 所以我们也常常警告说 大家要小心 因为他们的这样的问题是非常严重 这近年应该是就会凸显出来 所以不要看 现在他们好像 这个经济把它掩盖得好像还不错 但是它背后 那其实这些的这个 好多的这个威宝弹 如果爆发以后 并不只是在这个中国会造成影响 它会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我们应该要密切注意 台湾更是要非常地小心 感谢观看